大家好,又到了自樂加加Pater 分享的時間,我是自樂的Ken哥哥 今天我們很開心,請到小哥哥和大家一起玩 大家好 小哥哥,你平時在家會玩什麼? 我比較喜歡捉棋 捉什麼棋? 波子棋,飛行棋 那就對了 今天我們想介紹一個很簡單的遊戲 在家裡就一定玩得到 跟家裡的小朋友玩 既然小哥哥喜歡捉棋,我們就一起玩吧 好啊 要玩這個遊戲,我們需要一支筆和一張紙 就在紙上畫一個棋盤 就像在紙上一樣 除了棋盤外,我們還需要這件事 就是棋 今天我們用什麼棋呢? 就是手上的銀子 如果小朋友又不夠銀子,你需要找什麼? 在家裡找些東西玩,可能瓶蓋 瓶蓋,擦紙膠 可以 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 今天我們需要有六個棋子 一邊三個,另一邊三個 那我們就開始教大家玩 好的 這個遊戲很簡單 你看到前面有九個點 就是一個點,兩個點,三個點,四個點,五個點,六個點,七個點,八個點,九個點 我們的棋子就是放在這九個點上面 就好像這樣 一個點,兩個點 其實隨便放都可以 一開始的時候 我先放在這裏 我先放在這裏 小朋友就可以放在其他線上的位置 中間好像比較好 好,那我們就先放在這裏 好了,我就放了三個了 在這裏 那,Lambo那裏都放了 然後呢 因為我先放在這裏 我開始了 那我就可以動我的棋 那就到Lambo那裏 那動來做什麼?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令到大家不能動 那就算贏了 是呀,是這樣的 好,我繼續推過來 咦? 你還可以動嗎? 是呀 那你動不可以? 動得 對呀 哦,OK呀 繼續 咦?那不是玩完了嗎? 是呀 那因為我動不了 那我就玩完了 那我們就再重新來 那這個遊戲呢 其實很簡單 但是呢 當你多玩幾次的時候 就會覺得它很好玩的啦 啊,這個遊戲也真的挺好玩的 不過呢 如果期盤那裏 可不可以畫另一款的期盤出來玩呢? 嗯,其實可以的 其實呢 我也準備了另一款的期盤 想著下一次再介紹給家裡的小朋友聽 等到你們會有更加多的變化 可以玩嗎? 挺好的 是的,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那如果小朋友想知道更多期盤的玩法 或者其他的遊戲呢 可以繼續留意我們志樂的嘉嘉希 一起分享啦 那不如呢 不如我們跟家裡的小朋友說拜拜 好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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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